马上注意给你 我的学生打电话给我 我说 老师怎么办 要不要注意给你 我说 手机给医生 医生叫手机说 喂 你是谁 我说 我是他老师 请你告诉我 我的学生的高频有多少 他说 你不是他的家属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 我马上告诉医生说 我明天就回台北 我回台北 会马上叫这个学生 带我去到医院去 找 你必须给他的正确资讯 你不给 我就告你 假使他根本不必住院 你要叫他住院 小心 我明天回台北一定告你 我一定让你至少关三到五年有期凸行 我是谁 我告诉你 我叫做普行老师 你跟他医院院长 哪一个不认识我 不认识我会拉肚子 这医生马上说什么 还没有讲话 我马上说 要不要告诉我 这医生乖乖的说 95了 不用出院 看这里 看这里 我凶起来 有没有很凶 有 入户金港 有没有一样 有感觉吗 有 我用一方式简做点事 你们才知道 这条飞公 有135行的蜡蜡 台湾 台湾65的人 去清掃 所以三年年务 客家 我这条飞公就造成去了 他标准值 我不在于 这里 我的标 我要的东西是在哪里 一 这个三 我告诉你 全台的医生 天啊我讲这样 每个医生都怎样 去哪里 我屁气呢 你们为什么要骗人呢 为什么一点道德都没有呢 你的高威力有325 有95的高威度 就是说你有210个垃圾 但是你有95个 更能去怎样 清掃 还是一样 多少时间可以上完 请问 这种资讯你们要不要 你们不要 你们不想起 以后你们就永远被医生怎样 任他宰割 你说他的医生 可恶不可恶 可恶 你们有想像医生在哪里 骗人在那里 不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 我这两天气到 掉泡风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一个女孩子 24岁 感冒很羞 你以前说 强眼油气是什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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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假 怎么这样 说明油气还是 我知道 24岁 一个油气体系 对行列 健康没有影响 因为我们每一天的工作量 肾脏 用不到 百云之死的肾脏去 去排除毒素的 所以一颗油气 年轻的 再三年三年也没出问题 那我朋友 台湾有这种医生 你可以接受吗 讲坦白的 我在台湾 我最好什么东西都不要了解 我有时候告诉我 这个老师说 老师你为什么要教我 为什么你要教我这么多 因为我了解越多 我就越痛苦 我是老师告诉我 因为你们台湾 完全被财团 跟美国完全绑架 也被政治绑架 人民完全没有一点健康的自主权 因为 联络国 国内的人就有一条 第二十五条 学什么事情 我认出啊 你们看对不对 每一个人 有知道健康自信的自由 任何政府跟组织 不应该主管 否则思维为限 有利吗 有 有 请问台湾人有没有 卫生子就告诉你 你讲什么话 他就说你话他聊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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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下了 我先拿走 我先拿走 你先拿走 那些